美国制裁中国的晶片产业 现在又下重手 而对于台湾跟韩国来讲 半导体的优势又能持续多久呢 今天带你快来看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志祕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 华为给美国带来的震撼 哇 现在美国又要对中国 出重拳打击它的晶片产业了 华为呢 我们看到这个横空出世的 这个Mate60 Pro 哇哦 那只手机真是令人太垂涎三尺了 而且呢 它的5G的技术 然后它很多独步 甚至呢 是比这个美国的技术 更令人觉得 哇哦 你做得到这样啊 卫星电话能够这样个打法啊 所以非常惊艳 但是美国同一时间 在惊艳华为的新手机的同时 回头问问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华为怎么还能做出手机呢 这真的是大灾问耶 好问了自己 问了有没有一个月啊 好现在做出了决定了 就是我制裁的不够嘛 所以我们来看美国的商务部啊 最新公布了它的一个全新的晶片制裁令 那当然就是更upgrade了哦 它希望可以堵一个这个滴水不漏 完全有漏洞对不对 让你从这里钻出去对不对 我才赶快Salon Pass贴上来 补一块 让你呢没有办法再从这个地方吐围 好那跟大家讲讲这个美国的商务部 他们全新的一个晶片升级之后的禁令 到底多管了些什么 好首先他要管的当然就是 人工智慧AI的晶片这个部分出口 要开始严格控管 另外一个呢就是半导体的设备 制造设备这个部分要严加管理 因为他就说华为我都没给你晶片了 那你还做得出手机那肯定是你自己做了晶片嘛 所以呢他说我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我也要卡你 让你没有设备看你怎么个做晶片吧 好那我们看到了那谁会受害 谁会趴在这样的禁令前面哦 好首先回答嘛 人工智慧这个AI晶片哦 当然这个当初的回答当然现在手去一指 那他特别为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禁令呢 他做了所谓的降规版符合美国晶片的禁令 然后呢几乎是非常非常靠近那个禁令的红线 我不要超越我就可以卖中国嘛 所以他特别做出了包括像是A100 呃A800跟H800这两款啊 就是专门否中国市场的一个晶片产品啊 好了现在不能卖了 因为呢他直接美国把那个红线再往下调 你有本事挥达你再给我再降规再做一半哦 所以呢挥达没办法啊 那就不能卖就不能卖嘛 但是你说对挥达来讲影响最大吗 哦不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心心念念的小宝贝 英特尔英特尔呢哇他还是最惨的一个 因为英特尔啊他现在做的这个AI人工智慧的晶片啊 其实他在世界各地他都走不通路 因为他做有点烂 好那唯一卖去的是中国市场好了现在中国市场也没得卖了 哇这个英特尔可能要气炸哎 想说这个美国你要制裁中国怎么每次倒霉都是我 回家去哭三天三夜哭晕在厕所 好那现在英特尔最惨 好那无论如何反正禁令放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得要遵循他 好那同时间呢你看到了这个美国还透过了 这个彭博社发布了一个新闻 那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写的 他说有很多台湾的厂商啊在偷偷帮助华为建造神秘的晶片工厂 标题是这样的哦那有四家台湾厂商被点名了 然后点名了这四家之后如果你是比较懂这些科技业的内行人 你看了就觉得这什么啊好为什么这样说好我们来看哪四家好 崇越科技他做什么的他做的其实有一点像 呃这个厂房的基本基础设施 然后他代理了一些这个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好崇越 然后呢他点名了亚翔亚翔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叫汉堂 好亚翔汉堂做什么的他们做的呢都是呃这个无城市就是做的是硬体设备 我盖一个无城市的一个呃这个工厂 然后让你在里头做晶片就这样子我就是盖个房子 这样也不行耶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细科红尘 那细科红尘他做什么他做的是呃这个化学品 因为你知道呃做半导体要很多化学的一些药品等等 他做的是化学品的供应系统 比如说那这个化学品我要用什么样的管线啊 然后接到无城市里头啊我这个线路要怎么管线要怎么布置啊 所以他做的是这一些所以呢其实这四家公司简单来讲 他做的呢其实都是一些无关于晶片核心的敏感技术的一些 其他的硬体工程的厂商他们做的是无城市呃做的是盖工厂 做的是污水处理做的是化学品的供应的管线 那你就觉得诧异啦呃所以美国点名这几家骂他们 说他们帮华为弄一个这个神秘晶片工厂是 你是想错了吗还是你弄错你误会了吗呃其实呢 有人这样解读说呃为什么美国要点名这几家哦 其实呢他就是杀鸡儆猴 抓这种最低阶的你觉得最无所谓的公司要告诉你说哦你小心哦 这不行好所以呢如果你做的是更涉及晶片的关键技术的厂商 你看了就会觉得怕哎呦他做个废水处理都不行哎那我是跟晶片相关 那我更不可以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的哦所以才点名了这四家 那除了我们刚看到的这个美国呢拿起了大棒子狼牙棒啊挥向中国 然后警告台场之外啊其实呢同时间他也拿出了胡萝卜小糖果送给了南韩 什么道理啊是要这个跟南韩是好吗还是呃其实有人一说是他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呢他很担心如果把这个呃这个南韩的三星海力士啊也全部啊 因为他要打垮中国然后他们跟着被拖累的话 那会影响到整个美国他们的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嘛 所以他决定要放宽给这两家公司三星跟SK海力士他们得到了无限期的豁免 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的厂在这边的工厂你可以继续生产 你要upgrade你的产线没有问题你就把最新最好的设备你就运到中国的工厂去 那三星要问啊不是说不可以吗不是说那个制造设备里面有美国的元素就不行吗 哎美国说没有关系你就去我给你乌线其的豁免你可以在那里继续制造你的记忆体的晶片 不用怕安心勇敢的去好那你就讲奇怪哦怎么是两套标准啊 有人讲吗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就是美国担心自己的一个这个供应链会因此的中断啊 或者是成本提高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 所以就放宽让三星跟SK海力士就去了顺便卖男孩一个面子 你看我是不是对你很好你以后是不是要听我的话啊之类之类的哈 所以呢目前呢三星跟SK海力士他们的记忆体晶片的这个市占率在全球啊 这个合计控制全世界70%的DRAM控制了全世界50%的NetFlash 也就是快闪记忆体的晶片 所以呢美国也希望放宽然后确保这个部分呢供应是无余的哦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了那针对中国他怎么继续卡关呢 针对特殊的一些公司他又被列到了要被管控的实体清单当中 也就是如果你要跟这样的一个公司做生意的话 你要先得到美国商务部的批准 另外呢他的眼中钉华为跟中兴 好啊你们这个联手嘛 给我做这个厉害的手机对不对 好这两家公司哎呦我就严格控管 我要单独管控 特别是华为跟这个中兴国际了 那当然呢还有一说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网络的时代 有一些这个人工这个智慧的AI的晶片啊 算力他是在云端平台当中的 我是登录那个云端平台 然后我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算力 这个部分到底怎么算要不要管控 美国说这个部分我就不管控了 但是呢我还是会严格监督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刚刚提到的都是美国商务部这次啊 针对了这个晶片的一个禁令升级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我们特别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在这次的晶片的禁令当中 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呃他要受到一个影响就是 他要去好好算算他的商品当中呃用了哪些的制程 因为哇这个美国禁令当中有很多参数 呃这些参数就不可以卖到中国 这些参数超过这样就不能卖中国 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做的一些晶片商品 他就要去计算这个东西有没有符合 呃这个东西是不是超过是不是就不能卖了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如同刚南韩得到的无限期的豁免一样 台积电目前他在中国有一个南京工厂做的是成熟制程 那他在这个南京厂呢 哎现在他也得到批准呢 他可以继续生产 那能不能像是这个三星像是SK海力士一样 我可以去升级我的产线等等等呢 目前为止台积电也在申请无限期的豁免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 目前他只得到批准 他可以继续生产 那要不要升级看起来是可以 但他要不要呢台积电可能会做的决定是那就算了 因为呢可能他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他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大投资 投资了之后万一哪一天美国又翻脸不认人 那我的投资我岂不是付诸东流 很可惜嘛 所以呢有人就判断说台积电应该不会做这样的投资 但是我们就要赶紧带你来听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又说了什么 智里名言 大家还记得他在四五年前讲的 他说台积电呢即将会成为地缘政治下的兵家必争 那如今你回头看哇真的是真知灼见啊 这么有远见啊 这个谈张忠谋 Morris 好那现在他说了什么呢 他这样说的 他说呢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已经没有了 别想了 已经no nothing没了 好然后他说自由贸易也没有了 然后他说但是台积电呢 要不要克服这样的困难他认为台积电是可以克服的 那很多人就问啦那你要克服你就是到其他海外去设厂 他说没没错那有人问他说那你比较看好哪些厂 呃他说哦就是日本厂嗯他觉得日本很合适盖晶圆厂 然后另外一个他提到他觉得新加坡也很合适 但是就可惜新加坡就是这个土地比较少啊 所以他认为日本应该是最合适的地方 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他说那这个接下来呢 呃接下来他认为台积电的优势还可以维持多久 台湾的优势还有多久 他就提到了 他说现在有一些正在追上来的追兵 呃比如说像是印度 呃像是越南 像是印尼都很可能在后头会是一个追赶的最厉害的竞争对手 大家持续观察 那关于台积电呢最近还有一个大消息就是 本来要在桃园的龙潭厂要盖的一个 这个先进制成的工厂 现在已经确定要取消 那换地方盖 那换地方盖要换到哪里去呢 当然是要换到一个电力充足不缺水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现在判断应该是往南走了哦 看看是到台南去 或是在高雄去 可能是比较有机会落脚的一个据点 我们会持续来观察 好那接下来今天给大家结论咯 半导体到底未来我们怎么观察呢 先来看中国在这次面临到了这个美国右下重手之后 他到底该怎么样突围发展 呃过去呢中国的一个半导体靠的是第一期第二期大基金 大资本的投入啊 用钱砸砸出一点进展来 那现在有那样的时空背景吗 看起来是没有的 因为目前看起来中国的一个经济 慢慢在走下行的状况底下 没有那么多资金 所以可能会转向轻资本的发展 也就是IC设计的部分 有脑子就行 有聪明脑袋就行啊 不用花大钱去盖金原厂啊 所以这可能会是未来中国要突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目前半导体的一个现货市场当中啊 你就要看现在的库存消化的已经差不多了 很多的一些这个分析师就认为啊 第四季明年的第一季 你会看到半导体慢慢的开始走稳 开始慢慢的复苏 可能复苏的不会那么快 但是他慢慢在好转当中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次得到了这个无限期豁免的三星跟SK海力士啊 D-RAM的部分 D-RAM的报价哇已经烂好久了 烂两年了吧 现在已经止跌 他的报价开始回升了啊 这一点是大家可以特别关注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带大家来看看最近半导体的一个 这个市场上的状况 中国又面临到了全新禁令的一个制裁 那这次的中国会怎么突围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就是今天准备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咯 我们下回见 拜拜